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搜索栏 搜索黑水公园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欢迎大家订阅转发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期的黑水公园 我是艾文 我是金花 我是淡达 我是CIS 既然是电影保护月 是吧 那咱们就聊点咱们国产电影 对 多优秀的老电影 值得咱们回味 近些年咱们好像国产电影口碑都不太好 挺好 挺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点 离我们这一代人相对近一些的 我们小时候看的 对 我们小时候是看着这些国产电影长大的 就是陈佩斯老师 认识他是通过春晚的小品 其实他本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喜剧演员 我觉得他演的是真正的喜剧 对 包括金兰话剧什么的也都不错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出 其实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系列叫天生我才必有用系列 而且很重要的是在B站是可以找到的 我们知道最近B站可能是下架了一些什么国外的剧集 但是咱不能说好像看不到国外 就好像看不到什么好东西 还有好的 有很多好电影 比如今天咱们要聊的陈佩斯老师的什么父子 应该叫父子系列 父子系列 就天生我才必有用 天生我才必有用系列 它其实是一套系列的喜剧电影 对 而且说实话在那个时候这种系列型的喜剧电影 这不是不光是喜剧电影 系列型电影并不多见 对吧 尤其是国外的一些超级英雄什么的还没进来呢 对吧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就已经发明了这个玩法 对 而且是前后的扣都扣得很紧 我记得好像是差不多隔一年或者两年就会出一部 而且都会对前集有呼应 乃至于第一二部的很多梗 到最后第四五部的时候都给你圆上就很有意思 对 陈美思的电影有很多 咱们今天不可能说聊到夜面剧道 我们挑出了一些 只是这个系列的吧 只是这个系列 这系列大概 我先说一下这个系列大概是五部 五部 然后那个并不是说网友后来评的 是本身他们在出的时候就叫这个 已经定好了天生我才必有用系列 一二三四五 然后第一部是叫福于子 是讲他考大 讲这个陈美思考大学的 儿子考大学的故事 然后后边第二部是一个比较著名的 一般提起陈美思电影都会能想起来的 叫二字开店 第三部是二字开店的续集 叫傻毛经理 就是一的时候 一的时候也算是以他为主角 但是可能群像比较多 就其他项会比较多一点 各种人物都有 他在后来的春晚的小品里边 其实就是照搬了这个人物 对 其实这个往小了说是他这个角色 往大了说其实是当时这个时代 这个社会这个小人物的一个缩影 包括就是陈美思一直在塑造 在他不管是春晚还是说的 电影里边都在以这个形象 在反复的塑造 可能这就 我觉得这可能算早期方法派的 这个一个传承 因为那个陈美思老师是中系毕业的 他是这个 他原集是吉林人 他是一个吉林人 然后二字 他是在二字开店这个电影里面 他头一次把二字这个人物作为电影的名字 作为标题来出现 所以等于从通过这部电影 二字这个形象基本上就立起来了 他因为刚才你也说了 他是这种人物的一个缩影 在当时那个年代下 就是很多他那个年纪的人 跟他想法是非常一致的 对没错 而且这就导致了观众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非常有代入感 包括小品 因为虽然我们在电影里 我们都知道电影是有夸张成分的 但是其实他这里面写的一些事件 都非常的现实 都非常的实际 包括我们所看到这个电影里面的剧情 很多是我们身边发生过的一些事 对没错 当时八十年代最火的一个词就是下海 是吧 很多人从体制里 就是辞掉工作 去深圳了 去广州了 其实从第一节来讲 就是跟下海相关 虽然二字没有下海 然后先说完这几部名字 然后第三部的闪门经理 其实就是二字开店的延续 就是继续讲他开店的时候 然后第四部叫负责老夜车 就是开店失败之后 去深圳打工的故事 然后第五部应该是叫 父子开歌厅 歌厅 父子开歌厅 讲的是他们从深圳 可能算是淘金回来之后 开歌厅的故事 特别有时代感 因为我发现就这些事 好像就是 当时咱们那胡同里边的 什么那些叔叔阿姨 他们就干那些事 特别有时代感 那咱们先跟大家聊的第一部电影 对就是考大学吧 我们就玩一下考大学 他叫法案最早叫 福于子 其实先说一下 陈美思一般都会说是喜剧 而且甚至有时候会觉得闹剧 当然这几部里边有些剧 确实偏闹剧 就是他有这个闹剧成分 但实际上你去整体来看 他里边 从故事剧情都是悲剧 这个是 好的喜剧是这样 就如果你只喜下去 很奇怪的 他实际上是每个喜剧里边 都带着悲剧色彩 而且基本上每一集都是先扬 就是故事先是扬起来 然后转到一个悲剧结尾结束 然后呢 只有第二部跟第三部不一样 是因为第二部第三部是连着的 整个第二部是上扬 然后整个第三部是下降的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就 就会把这种幽默的成分 就为什么幽默 不是为了让你笑 是为了让你思考 这个是我觉得陈美思的幽默 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后来 可能也会看到一些其他幽默 就哈哈哈哈一乐 或者说去看到一些 这个人的小丑陋就结束了 但是他是让你在里边 去思辨一件事 讲述这个角色 在他人生中这种起起伏伏 对 体会这种人生的酸甜苦辣 对对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陈美思老师 这系列作品非常超前 就是我可以明确说 因为当时我在家 看这些电影的时候 其实跟我父辈 叔叔那些人一块来看的 他们应该是身处在 陈美思老师那个年纪下 对没错 但其实他们看完这些 就是哈哈一乐 就那个年代 因为很多人 由于当时这个时代背景 他们可能着急去下海 着急去完成自己的一些事业 他们没有停下来 去思考这些问题 但其实陈美思老师 把这些问题全部都放大了 但直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我们到了当时我的父亲 我的叔叔那个年纪的时候 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感觉我根本想不出来 就是我看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粉丝 就是他有很多的情节 到现在一直让我 就是很受用 真是刚才弹塔说这个特别 就是因为最近一段 我也就是 为了做这个节目 我重新看了一遍 叫着一些朋友一块 云看的 然后尤其是看到第三集的时候 就从头哀声叹气到结尾 虽然很多都是喜剧 喜剧成分 喜剧元素 甚至夸张表现 你看完之后 你就是一声叹息 那先从第一个开始讲 第一个 包括就是 他很有意思的是 他没有强价值观输出 他给你的是思考 就比如说一般要讲到考大学 我们去正常理解这件事 那你一定是最后是告诉你要有知识 要好好学习 这个是 这个是成功 是你该去走的路 但是整个这部戏里边 你会发现至少前半部 都会告诉你好像 你到底真的是不是需要学习 他会把这个东西提出 因为那会儿就是 大家已经开始去聊 就是要有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 故事剧情很简单 就是这个陈佩思的这个父亲 陈强老爷子 演的这里边叫老葵 老葵就是他希望自己的儿子 能够考大学 然后他也提到 他儿子已经两年没考上了 然后他儿子 陈佩思演他儿子呢 就是说我这脑子有问题 我傻 我天生傻 你们非逼我考大学 我的朋友 就是他的一个哥们 叫这个刘佩奇演的 好像是刘佩奇演的 然后他的这个哥们 就出去广州什么深圳做生意 然后衣锦还乡 回来之后 穿着西服 打着领带这种 二子看着就 我也想干 而且他里边表现出 二子其实很有经商头脑 因为他 看这个外国话报 因为他逼着他学英语 然后学会点单词 就看这外国话报 一知半解 看出什么叫模特 什么叫时装秀 他就找我他女朋友 去给他这个朋友的这个摊 去走时装秀 然后结果就卖的特别好 你发现他确实好像有经商头脑 前半步一直让我感觉 好像在说 是不是有些人就该去 在这个祖国开放的这个浪潮里边 去下海 去冲浪 对吧 然后但是 但是到后来你又会发现 就是刘佩奇演那个人 由于没知识被人骗了 他进的东西全是假货 因为他看不懂外文 他看不懂合同 然后最后是关进橘子里 然后到第二步的时候 还补了一句 他妈因为这件事最后急死了 就刘佩奇演那个人 就是单亲 就是你会发现 好像该有知识 但是他里边又有一个人物 是个工程师 这个工程师就是他们家邻居 让这个他爸老 让这工程师过来 给二子补习功课 一边补习 这工程师就一边说 咱们还是得有知识 知识就是财富 然后就 他喜剧点特别有意思 他所有喜剧点 都是在讲一个矛盾 就是刚说完这句话 这个工程师媳妇就说 那个工程师 就是叫他名 叫什么比如说老刘 老刘你过来看 你买这鱼怎么是臭的 过来问我 真是臭的 说你知不知道是臭的 我知道那边买 因为便宜 我买不起贵的 然后陈美斯就补了一句 您不知识就是财富吗 你有财富给您媳妇买 不臭的鱼 因为我觉得他更像 就这个电影 更像一个超市 我把各种观点给你摆出来 你不用 我不用给你强加 去推销哪个观点 处在当时那个时代 普遍人们是那种 盲从一声令下 国家让我们去学习 我们就所有人都去学习 没有思考过 我自身应该适合去干什么 对实际上 所以这个片子就是在 我觉得这个片子 就是让你去思考 不是说有知识对 或者有知识错 戏里边演到 后来二子就是 在经历了 看到什么工程师的一种 有知识 但是没有钱的窘相 也看到了他的哥们 看似有钱 但由于没有知识 最后被骗的这种事情之后 种种之后 他终于决定 就是努力学习了 然后投悬量 追此物 这是最后最讽刺的事 而且就是看他后来 甚至有些心酸 他就真的投悬量追此 他们开始还以为 他要自杀呢 你们家二子要自杀了 因为等于他跟他爸 已经打几眼了 他爸去厂子里住了 就是他为了不学习这事 然后他已经去厂子里住了 然后他 但是他突然想明白了 就弄个绳 拴在自己头发上 然后就是 一直一困 就蹬一下头发 就疼 我记着谁 一直学学学学学学 然后一直学到高考那一天 一直学到高考的 早上起来 他还在学 然后他带他去考试 然后最后 由于就是一直没有睡觉 就是在努力的学习 在考试过程中睡着了 我跟你说 这事我他妈亲身经历过 你知道吧 就我大二有一年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期中考试 考得特别不好 然后那个我期末 如果再有一科不及格的话 我他妈就得 让我滚大了 其实我就那一天 就是领考之前 我他妈通宵复习 就说早上起来 四点多钟 我说我躺一会 八点我就走了 然后我以为 我妈会叫我呢 我第二天早上 我妈的原话 就是让他再多睡一会 结果他妈我一起 中午十二点了 刚特别放 最后他爸是谁 从那个考场 最后是台会去的 拿什么车给推回去的 他爸其实也很 你会觉得很心酸 就是你真的最后经历了 你人生的思考 你去考虑了知识 是不是对错 你看到了兄弟 最后进了局子 然后你甚至恋爱 你都放弃了 就后来小姑娘找他 他都不跟人恋爱了 你放弃了 所有东西 你真正努力了的时候 到最后 没有人看到你的努力 看到你努力的 只有你的父母 你走向社会的时候 还是看那一下 考试的那两个小时 你做的怎么样 对 那问题是 我还没赶上考试 就是这么久 这个就是他的 怎么讲 就是他整体去表达的 这种感受 小人物的无奈与尴尬 在谁说的 没错 因为家里人跟社会 毕竟是两个世界 因为家里人跟你相处的 时间比较久 那么他可以看到一个过程 但其实对于社会来说 社会怎么去认可你 其实他也只能通过结果 社会没有那么长 跟你相处的时间 他只能通过结果去认可你 你考的好 不代表你这个人真的好 但最起码代表你能学习 对吧 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第二个 就是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其实是什么 就像刚才金花也说了 两个反面教材 一个是刘沛奇老师 演的角色 还有一个是工程师 其实我们觉得 你学到的知识 肯定是有有用的 可能有一些是 你目前的行业用不上的 但是我个人感觉 其实你学习 应该学的是什么 应该学的是一种方法论 就是我们走向社会以后 如何去接纳那些 能够为我们所用的知识 你看那工程师 其实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但是您生活常识不懂 买鱼是臭的 对吧 那主要是没钱 真的跟当时的时代有关系 当时很多人马上下海 迅速捞钱 然后很多还在工厂 什么的这些工程师 他们当时是走 在转型过程中 他们的钱是很少的 你父亲 我下海吗 他是下海的 你父亲是不是 当时是以什么状态 他当时也是说 他是会计算知识分子 他本身也是体制内的 对他挣的很少 然后他选择了下海 其实就是说 如果说二的里边 那工程师选择下海 可能会挣的多 当时我们家 可能这种例子更多 就是这种缩影 咱们家更明显 就是我小姑 当时也是 因为那会儿恢复高考 他就着急忙慌的 开始复习 然后复习完了以后考试 考完试了以后 不满博要学英语 他当时也是 就是后来考的大学 包括我妈 我妈也是后来考的大学 那会儿学英语 还是特别管 因为那会儿还有一个 就是出国热 就是大家要学英语 然后出国 北京人在纽约了 其实那会儿 很多人是受那个片子的影响 都觉得在海外 能够捞金 或者怎么样 他们大家都是 奔着这个目标去的 然后去努力的去学习 然后最后 你知道发生了一件 特别有意思 这是一件真事 就是我小姑 那会儿学英语 就学魔杖 然后就是在地铁里 那会儿就北京 只有一号线 跟环线 二号线 然后在地铁里踩了人一下 然后后来我小姑说 sorry 那人不懂 说你骂我干嘛 他说我sorry你们全家 对 就这跟时代有关系 就是大家有 就是那个走在前面的人 就是拼命的想去学校英语 他就会产生这种尴尬 他跟周围身边的人 跟他一个层级的人 已经脱离了 中间是有断层的 你会发现一个简单的单词 他懂 他就能挂在嘴边 但是对方是不理解的 我妈那时候也是 我妈那时候还在场子里 但是我妈那时候 每天早上起来 六点半看那许国庄英语 每天早上起来就练英语 我爸就老说 说你学半天 你不是还是得去那煤炭四场 对 你有什么用 寄托于我妈那种 对生活那种理想 因为没有那么好的 一个环境去学习 当有这环境的时候 都发现自己什么年龄 各方面又不太能结果 但就是说这种学习 可能没法马上跟金钱挂上钩 所以就产生了 这个片子里边 产生的各种尴尬 这个是 反正这是第一步 我旧就选择下海了 完了做生意 那会90年代做的还挺不错的 那会有一奔春 但是后来也是因为可能走了一些歪路 然后又发生了一些事 反正 陪进去了 对 反正就是说那个年代 大家都是那种心理 就是既然我现在有机会 就是对我们这代人面前摆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那么我就去把握 就是你这种心态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就做事讲究方式方法 包括学习这东西 就是好多人他盲从事盲从于什么 就是他不去思考学习带来的是什么 他只是知道这是一条路我要去走 他没想这条路我怎么走 或者往哪走 走到哪 因为我在想就是当时可能咱们的一些教育理念 或者教育的这种资源的这种本身也没有完善 你也看不到路在那 而且很多院校里边的专业都有问题 就是他学的很多 适应不了这种快节奏的这种社会发展 过几年之后这个专业好像都无法去跟那个就业去接 因为当时是处在改革开放初期 就很多事新老思维的这种交替会让大家很迷茫 因为当时也是因为刚刚开始这个阶段 所以教育资源有的时候也比较有限 如果每个人都去上大学的话 显然这个资源是不够用的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需要有些人自己去创业 自己去解决就业的问题 对吧 因为就说完了就这么多坑 你不可能让你每个人都上大学 那么你真的有的人 你要去自己为自己的命运去做一个交代也好 还是怎么样去自负盈亏也好 所以才二子这个角色 因为没考上大学 因为一个很讽刺的事 包括我就想起来 刚才咱们聊的时候不都说吸过氧吗 连高考头一天是不是都吸氧 反正当时我吸的是 因为含氧量过高要睡不着 第二天到考场吃饭快 这都是我们 记着咱们那会吃那个 脑白金都是叫忘不了 对有忘不了 吃忘不了 还有吃那叫什么来 反正都是什么什么交玩什么的 吃那个深海鱼游 对对深海鱼游 而且我爸那时候跟我说 吃完这个背单词 十分钟之内都能背下来 背下来了吗 好像在做一个礼拜一样 你知道 就是我先把它吃下去 然后坐在那 把书翻开 完了使劲 窝到狂击单词 然后过完十分钟之后 我说 我可以喘一口气 我记起猫的那个记忆面包吗 他后来不是等于没考上大学吗 虽然就是结尾看出了有些亲情 因为整个这个整个五部里边 还有父子情的这个贯穿 我觉得这个我们最后可以单聊 父子情这里边的问题 然后感觉好像应该就是 两个人就是父子之间 应该感情更好 但是第二部一上来 就是他爸爸在叨叨他 就是说你大学都没给我考上 你能不能干点什么正经事 这个时候二子就一 就是二子相当于是他们这个 胡同里边的大王似的 就是哥几个的 孩子王 孩子头 然后他这个因为第一集里边 也出现了一个配角叫马稿 就是在第一集里边 没有太主要的去表现 这是梁天儿演的 第一集的时候应该不是梁天儿 第二集是 就第二集叫二子开店 二子开店里边就是梁天儿演的 这是冯远征吧 第三集是冯远征 这个角色被换过来三次 然后梁天儿演的这个人 就是一个标准的小盲流 然后弄了一堆假的红袖张 然后就是出去给人 你吐毯了发十个钱 就这种 发型也非常有特色 是爆炸头 就是正好八十年代 就是你要是有这样的头的话 基本上老人会认为 你这个人是要坐牢的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其实他很多地方 就是这一集凸显了 就是一群在老人眼里边 不务正业 不是好人的小盲流 而且真的有事 不是没事 像二子是相当于里边比较正的 他只是考大学没考上 然后这个 虎子小豆 就是里边还有两个人物 叫虎子跟小豆 就是一大庄一个小小孩 俩是俩小骗子 就是出去就是 小偷小摸 然后坑蒙拐骗 然后这梁天眼的这个马稿 就也是一个骗子 就是拿这红袖张 满处出去骗人 发人吐毯什么 发人游泳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个女的 叫这个鹰子 就是一个第三者 就是这个 那个 关键他们这几个人 还不是真盲流 就是他们在那个 应该那是后海那片吧 真的看见那真盲流过来 之后人家是一群人 然后就一把他们围着 之后他们马上就怂了 人家直接扔海里边 人家都在后海 就看那个 应该不叫真吗 他们是盲流 剩下那些是流氓 就往小盲流 看见了流氓之后 就跑你知道吗 就这么一群人 在街道的组织下 他们开了一个饭馆 不是饭馆 是这个旅店 开了一个旅店 但是开旅店 说这个起兆 得有请资金 没有钱 这个二的就说 把他爸的这个 这个给 他爸给他存了一堆钱 这钱是娶媳妇用的 他跟他爸说 能不能把这钱拿出来 然后人家说 说你爸那么倔 能答应吗 他说没事 我爸虽然倔 我妈心软 你们就把你们家里 发生这些惨事 跟我妈一说 我妈就动容了 我爸是一气味儿人 他肯定听我妈的 所以就这么着 把这钱给弄出来了 然后他爸拿着这钱 帮他们起的账 反正他们就用了很多 这种小盲流的 这种坑门拐骗的手段 包括看到 他们正在看鹰子 鹰子跳舞 穿着这种大红裙子 在屋里边蹦迪 这时候这样的话 其实都算有 带有点流氓性质 流氓队可以盯嘴 这个女的演的特别好 这是演秦文那个女演员 因为说实话 第二集这个角色 变成宋丹丹了 就明显能赶出一种 不能说演的不好 但是第一集 秦文这个演员 演鹰子的气质 跟鹰子的第三者的气质 就特别符合 因为他作为第三者 也有他被迫的地方 我听说就是这个鹰子 我觉得当时就是每条胡同的 每个院里都有这么一个阿姨 就是穿的特别漂亮 化妆 背后每人指指点点 对 但是咱们小时候会觉得 阿姨长得特别漂亮 对 但是大人们会指指点点她 这个其实就是当时人那种保守 尤其是我们父母那辈的人 就叔叔阿姨那辈人 他们一种保守 其实他们很多人 你包括看这个后面那些集 他们都想往那个方向去捣吃 但是他们有缺乏 就缺那层窗户纸 也没有人引导我 我觉得他这个片子的美术 特别的在行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这个里面所有人的服装 他只要是那守旧思选的 穿的一定是衬衫 然后工服裤 然后甚至是外边有一个外套 是工厂的那种的 戴帽子还 如果这个人 你像他这几个主演 他们穿的衣服 全都是身后 全是大英文 我这看着还 短裤 都是大腿 特别都怪 都是现在的 穿的拖鞋也特别有各种 夹纸 他不是那个片脱 就这几个男的穿的大短裤 这露大白腿 这个事 我们当时看的时候 现在也没有这么穿的了 当时特别流行 最近你又开始流行这么穿了 又开始流行这么穿了 反正大白腿露着 男的露大白腿 那会不知道为什么 男的短裤都特短 包括鹰子这个 我觉得他就是叫什么 其实就是跟刚刚大塔说 他就是想 不是说叫什么名字 他就是说他想去捣治自己 他能捣治出来 别人捣治不出来 所以看起来就很浪 看起来很浪 但他实际骨子里并不是一个坏人 他也想追求他的什么这种爱情什么的 因为开头还有一个梗 就是埋了那个马杆喜欢鹰子 对马杆喜欢鹰子 一直在追鹰子 有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他很像银河护卫队 我觉得他特别像银河护卫队 就是不知道从哪逮了一群 在社会的边缘人物 然后都已经边缘的不能再 尤其他那个高矮胖瘦的搭配 你琢磨一下 我觉得除了那个 银河护卫队导演 早前也借鉴过咱们 对啊 你看主人公 对吧 一个主人公 就是他是这个头 然后他带着一个 这有一美女 对吧 有一美女 然后有一个特别矮的 叫小豆 所以你知道你为什么喜欢银河护卫队吗 就受二子影响 是因为你喜欢 因为你小时候喜欢看陈贝斯老师 这个喜剧电影 有道理 这是埋在你基因里的东西 对啊 你知道吧 这埋在你血液 对啊 有个大爪 有个大爪 有个瘦高卧 是格鲁特 就这里边是马杆 听这名都对应着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那个 贵谷是吧 机械帽也是 这是一个固定组合 其实这可能是 我觉得这可能是 戏剧里边创作的一种 固定搭配形式 我始终觉得 二子开店 这个算一吧 就是二子开店第一集 它非常具有好莱坞的剧本的 这个结构 而且特例的是 所有人在之前展现的那个梗 在最后全都能补上 比如说小豆跟那个 跟那个 胖虎 小豆跟那个 虎子 他们俩 他们俩 他们俩本身是两个 小偷小摸的这种人 一开始就把这个 二子他爸给骗了 到最后结尾的时候 需要从二子他爸 就是再次骗二子他爸的时候 他们俩又继续出来 使用这种技能 就他这个技能全用得上 包括就是那个 开始说 鹰子是第三者 就是到后来一直在捣乱的 实际上是那个 就是鹰子那个第三者的媳妇 他会来报复 然后这个鹰子最后 卦装要去展现自己的 那个天赋技能 就是你感觉 这群人把天赋技能都点偏了 然后在干好事的时候 再利用这种偏了的天赋技能 去使 对吧 就特别像这个银河护卫队 然后这个片 实际相对好一点的 也不叫好一点 就相对他整个看起来 会心情比较愉畅 因为他一直在往上扬 到最后大结尾的时候 是一个相对喜剧的结尾 包括兄弟之间 虽然因为女人有了矛盾 但最后也都兵事前嫌 但是这里边 还有一个特有意思的点 是特暖 就是他有很多点 特别暖心 就包括你会突然一下 不能说热的盈眶 但是你会觉得心里边特别温暖 我就讲一个情节吧 对啊 对对对 山小豆那个情节 就是他大概情节讲的是说 那个他们不是里边有一个叫小豆的吗 他是这个 等于他妈 爸爸离婚 然后他有个亲妹妹 他亲妹妹跟着这个后爹过 后爹就虐待他妹妹 也不给他饭吃 也没有钱买这个校服什么的 然后他们原来不都是小忙流吗 现在最后进入这个 这个叫旅店里边成为了服务员 结果这个 由于他亲妹妹买不上校服 他也挺着急的 就把他亲妹妹给送回到他 就是要送回他后爹那吗 积父那吗 然后这时候他们在院里边 捡了20块钱 然后他们就说 这20块钱到底怎么办 这个他就跟他原来那个搭档 那个虎子俩人就商量 然后这虎子就给他说 你拿着钱赶紧给你妹妹买校服 因为他妹妹已经没有校服 特别丢脸 都不愿意跟其他小朋友一起走了吗 然后他就说 说我们都发过誓 不能再干这种事了 这虎子就说 但是这个钱是捡的 不是我们偷的 不是我们骗的 我捡了的钱 我觉得就不算犯罪吗 那咱没不犯罪就行 你拿铁花 因为他实在太疼他妹妹 就拿着钱去给他妹妹买这个校服了 但是这钱就是他们这个旅店里边的 这个叫什么旅客丢的 然后就为这事就打起来了 包括他们后来以为是这个 陈贝斯他爸偷的什么的 最后打成一锅粥 就中间就都是喜剧元素了 然后最后这个事解决了 因为说他们 肯定就是想法把这钱弄回来 给这个旅客了 这事解决之后 这个小豆就跑了 就他觉得没脸见 这个陈贝斯这个经理了 他就跑回家了 然后这个陈贝斯就去找他 就这场戏非常暖人 就是一上来 现在小豆把自己妹妹推出门 推出院门 就说那个哥哥现在没工作了 就你必须得回去跟你基附过 然后他 他妹妹就一直在门口哭 然后这个小 就镜头一转 就转小豆自己进院了 听哭着哭着 听到妹妹不哭了 然后他也就很好奇 就开门一看 是那个陈贝斯演那个二子 就是抱着他妹妹 上来就是一个嘴巴 就是怎么讲呢 很多时候你会觉得 就是这是一种暴力 但实际这种暴力 就是更体现了 我对你的那种温情 就是我拿你当我自己的亲人 然后陈贝斯就说 谁让你走了 就很暖 这个能体会到吧 就这种时候是很暖 而不是说那种上来 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要走 然后讲大道理啊什么的 就是一个嘴巴 就这个可能是 就是咱们中国人 我不知道外国人 有没有这种习惯 无许嘴巴能打起来 但中国人真有这种习惯 就是我说你大哥 我疼你 我会给你一个嘴巴 就反正挺暖心的这种场景 这个不是光咱们中国亚洲都有这习惯 你没看那像 有些泰国电影 或者像那些日本电影 尤其是漫画的 对吗 日本经常有这种东西 就是包括韩国 比如说 我有时候给你嘴巴 不是为了找茬打架 其实是为了点醒你 就是你存在一个误区 你心里存在一个误区 然后我告诉你 怎么才是正常要走的路 怎么才是正当的路 然后他把这小豆留下以后 我就觉得当时就那个哥们的那种意气 就是很纯粹那种意气 而不是说咱们大家为了钱怎么样 跟现在很多都不太一样 你像那会儿 你像二的这个角色是经理 他在这个饭馆 就是在这个旅店的直级是经理 那个时候我们听经理 是一个很高的直级 不像现在总监满街跑 那会儿没有总监 就说现在你去理个发 都我总监给你理 艺术总监 开问老师 所以他这里面 其实跟社会的那种 就是一种心态有一种反差 就是造成 其实造成一种反讽 就是说的就是 你想他们也是一帮忙流 再聚在一块 其实是为了让自己有口饭汁 对吧 说白了 他们成立这个企业 有了兆 其实是为了利润 任何公司都是为了利润 但是大部分人 在追求利润这条路上走偏了 他还真的是把这帮 就是员工也好 还是自己的哥们定位 真的是当哥们 真的当兄弟 当朋友 他们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要融多少钱 然后大家分钱 我就是说 我要让大家有口饭吃 这很感人 他们其实很生活化的 把那个当时的那种场景 因为他们这些人 其实没有技能去找工作 他不会像是说 你刚才他们说 那个工程师 他也许他真下海的话 我就给人家去 老私活设计的东西 我给村里头弄个什么的 我全能弄钱 但是这些人 没有那些技能 他们只能靠这样的一个东西 去混生计 这真的很不容易 这是抱团去生活的一种 不是 因为那个时候 人比较单纯 比较单纯 实在不一样 但是很可怕的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没有了 就是这个就是 这一集我觉得真的 二次开店本身 从电影的结构和趣事 每一个人 就是群像 这是一个 每一个人都立得起来 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少 而且每一个人的前后呼应 和他的性格 去抓人的心 去体现这个时代交融下的 这种状态非常好 但是呢 不是不是说 但是啊 就是说走到第二集的时候 你突然会发现 第一集立起来的 所有旗子全都倒掉 那第二集看的就是 哀声叹气 就世红遍野的感受 我操 尤其头一集跟 就跟豆子这么暖 到最后豆子举手 罢免他 就 就第二集叫傻毛经理 真的 傻毛经理 傻毛经理我觉得 算是悲剧 就看不出什么喜剧 他只是用了一些喜剧的元素 那个 他第二集直接 就傻毛经理 也就直接是接着这个二子开店 就讲他们店开成功了 开成功了之后呢 接到什么的 也都挺认可他们的 然后他们成为 这种先进个体户了 这些词都是特别有时代的 他还有 就是大妈过来了吗 就说你这个什么 什么肺交了吗 然后最后都交完了之后 说 你买耗子药了吗 然后二子就说 我们这个都是铺的石头砖 我们这不可能闹耗子 那不行啊 你得买耗子药啊 我给你们算多少屋的 一算八块钱 那会八块钱挺多的 八块钱 说大妈 您这个太贵了 能不能便宜点 我们这是买卖吗 我们这个是制度 这是为了那什么 还有一个特别逗的地 就是他那个 那是税务还是什么 让他交那个质纳金 对 那是后来 你听我说 然后完了事之后 就说了一句话 你还万元户呢 就这个词 也是那会词 万元户 对啊 然后那二子就特尴尬 我说你别提万元户 这事不是万元户 然后后来就 包括还说呢 说买完了给八块钱 耗子要给他了 陈美苏说 你这耗子要留着自个儿用 那不行 我们强买强卖吗 我们这制度 你得买 给你一包 给你一包 你买了可能买了八包的钱 给你一包 就是包括后来 就是刚才 赛S说那个税务那上边 就是 他那个是税务 去跟人家算账吗 说你这个必须得交质纳金 他是先是 他是先少交了 教育附加税 然后就是说 得交质纳金是多少钱 说按千分之五算 还是按多少算 拿计算器出来 特别义正言辞的 在那算算算算算 你得交两分五 这只要提前 他给了税务根烟 他等于是比那个 就是二子开店 会再往后两年 大概 所以那个时代 可能就变得会更复杂了 那个时代 就开始有人 会找他们开假发票 就会成为剧情里边 非常重要的一条件 总有人找他们开假发票 像马杆眼那个人 就第三季已经变成风远征了 就是他比较的通便一点 他认为只要能开店 能挣钱 我们能越争越多就好 他觉得可以 但是那个陈美思 他爸爸演的那个人 就比较顽固嘛 就比较顽固 就跟人家这个 这个拒绝 拒绝这个 去开这个假发票 两边就打起来嘛 就很多这种戏 然后包括 他现在看这段是 第二季时候 刘沛奇演的那个人 就是有一个 补他刘沛奇 就是在第一季 做生意失败之后 是什么情况 他就是说出来之后 他妈他妈也死就搬砖了 他觉得说 我就干体力活 挣钱我踏实 我也不想挣个多钱 娶了一个河南媳妇 应该没结婚 就是未婚妻这种状态 后来这个女的 进入他们店里边去打工 但在第三季 上班经理的时候 这成了一个问题 你属于黑户 你没有资格在北京打工 然后警察就来抓 但是他们之间是有朋友情的 就这嫂子 我不能让嫂子被抓走 就各种的去隐瞒这件事 最后陈美思 他爸爸实在是 什么都不懂 最后卸了底了 被警察叔叔把他们都抓走 包括其实这里边 特别厉害的 一个特别好看的 一个喜剧的梗 就是收垃圾费 有一个市容的过来 收他们垃圾费 二就急眼了 就说你刚收了清洁费 为什么还要收垃圾费 说清洁是清洁 你扫垃圾是垃圾 他说那就不交 他又跟人打起来了 说你不是不交吗 门前三包 你有一个垃圾 罚五块钱 然后这个人就不走了 就坐在这个门口 就看有没有垃圾 然后就一早说 罚了三次五块钱 有点罚不动了 这个时候 陈美思 他爸爸就沉强眼的 这个人就骂陈美思 说你把邻居都得罪光了 这都是老邻居吗 你把邻居得罪光了 你看我去给你解决这问题 然后出来就跟这人说 都老邻居什么的 孩子得罪您 您别生气 不是一正言词 这是工作 然后说您坐着 这是工作不做 但是挺好 然后就突然看见 有一个人是抽烟 要扔烟头 然后陈美思的爸就过去 您扔我手里 就把烟头接走了 然后没法玩钱 然后两边就开始比赛 就是两人都蹲门口 就看这到底有没有垃圾 然后最后有一小孩 吃冰棍 把冰棍纸撕下来了 然后没扔 钻在手里 这个时候就俩人眼神 就盯着这个冰棍 到底扔没扔 走出了他那个门前三包区之后 小孩才扔的 然后陈强 陈强就很释放 然后那个 施容的就特不高兴 这个时候 那边又过了一人 脚踩着那冰棍纸了 但是这个冰棍纸 走回来了 走到门前三包 然后他们家看这张纸 是不是能够在脚上 给带过去 结果走到中间 这个人停下来了 看对面的那个大海豹 所有的这个演员 就没有画 全部都是眼神的动作表演 特别到位 然后最后 最后这个人发现上 扔在这 然后陈强就冲过去 要剪 这时候使用这个 先跑过去 拿脚踩住了 发五块钱 你会发现特别的讽刺 对 这场戏就特别像 那个陈弥斯后来的 春晚小品 他不需要太多语言 对 他就是靠这个眼神 举手投足 这个演技也真是特别 这场戏就太屌了 拍了 但是后来这个剧情发展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 就是他们忽悠 就回来之后 小哥几个就骂 就是你就是个傻貌 你什么事都办不成 这事就得告他们 就他们绝对不符合 国家的这个想法 他们这个个人的问题 然后陈弥斯就真写了封信 去告他们去了 因为他之前考过大学 虽然没考上 可能文化比那几个忙流强 好歹扔走 写了封信 投上去了 然后第二天回来说 我投了 然后美方说 你真投了 投了 那这个你不得罪人吗 那你数名了 数了 就是你傻的 咱们玩不玩了 就你把所有人全告了 咱们怎么玩 结果很神奇 人民日报 我把这个给刊登了 然后结果 不是这本身 也是当时的一个社会问题 对 对 为什么这电影 后来就是当时 那么火爆了 其实它反映了 好多社会的一些问题 这个写的文章挺逗 叫一个个体户的烦恼 小哥流出了烦恼 然后结果 人民日报刊登之后 税务这边就 工商 先是工商 工商大哥带头 老齐 工商老齐带头 给他开表彰会 这点很厉害 给他开表彰会之后 升他做个体户 什么组织的 那个秘书长 然后从那之后 这个人就走入仕途了 店也不管了 然后这个时候 就演到店里边那些状态 就马杆就开始 有逆反心理了 马杆就说 他写了这个 成了秘书长 但是解决问题了 该收还收 我们越越亏损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英子跟他说 怀孕了 然后他说 我这仕途正往上走 你这怀孕不是耽误我吗 然后这个英子 就也开始对他 有这种不好的状态 其实这个 他把二字就是 当有了荣誉之后的 那个膨胀 给表达的特别清楚 但是你有了这个荣誉 并没有解决 你们店的任何问题 甚至给你店 带来更大的负担 就是你成为了标杆点 然后检查的更严 好的要卖的 卖的必须更多 然后 就导致他后来就是 怎么讲 就是这个二字这个人 实际上他相对正 他不愿意走歪门邪道 他即使成了秘书长 他没有跟那些人走关系 但是马杆已经看清了 马杆就开始撕下去 开始跟工商税务的所有人 开始走关系 然后请客吃饭 然后布局跟对面的那个 跟对面老板 跟对面竞争对手 老板娘串通好 最后把二字给坑了 然后说他偷税漏税什么的 这个用了一个 一个他的手段 最后把二字坑下去之后 还有就是英子 跟马杆两个人好了 英子就是去 好了之后 还气那个二字 就说我要结婚了 然后那个二字还说 我这现在经理都被妈了 我养不了你什么 他说谁说跟你了 我跟马杆结婚 然后那个二字就特忧伤 然后他就踹二字 说你为什么不急 你为什么不打 你为什么不闹 就其实英子也喜欢二字 但是他只能用这种手段 去刺激这个事 所以最后这个结尾 就相对会比较悲伤 包括就是说 我觉得你要这块剧本 再领出来 这个爱情悲剧 对呀 包括就是到最后就是 所有人给他坐下来开会 因为他偷睡漏睡了 所有人坐下来 给他开会 去指责他的时候 就是然后说怎么办 然后那个虎巴就上来说 罢免他 然后小豆就跟着举手 就是你会发现 头一集的那些兄弟情 被扑得那么好 大家在有了钱之后的状态 会发生变化 就有时候你好像 只能同患难 很难同享福 所以这一集 真的到最后结尾很悲伤 尤其最后结尾的 那个镜头特别哭 就是最后结尾 就是他已经被罢免了 股权也退出来了 然后他又成了一个 没工作的盲流 然后他从西志门李娇桥 走回到他的胡同里边 大字写着西志门李娇桥 走回他们胡同里 然后有两个外地人 问哪住店好 他就马上就特激动 比加美 就是他自己原来那个店 现在是马杆是经理了 带着人去到门口的时候 看见鹰子在门口接待客人 他就扭头就走了 就很忧伤的一个背影 然后重新走回到了 永远走不明位的西志门桥 然后就开始出字幕 就这个结尾非常的悲伤 虽然真的它是喜剧 但是这一集的讽刺和让我们去思考很多东西 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 因为我之前练摊说练摊人看这感触更深 就是更深 因为这些我们都经历过 包括比如说楼里的物业 动不动就来 然后就说你们脑上不正大 我说不是我们 练摊就开公司就开公司 一般我们管卖衣服的叫练摊 就是我是想 卖衣服之一摊挂着 就是练摊 你的开公司就正经说开公司 然后你现在这身份都符合 然后你又重施 你又又卖衣服 我是想说谦虚点 对那段时间过的也是反正体验了很多人生的这种摆摊 对吧 其实到那会儿你真的就会像你说的 好像那些东西 就是这个片子里边这些事都会发生 兄弟情有的时候在 真的是你能痛吃苦 但好像有了钱之后 同享福是个很难的很难的事 大家会有一些纠结的状态 因为他的就是这个能痛吃苦不能同享福 第一是基于人自己的私心 第二是基于一些环境的压力 环境压力 环境压力 比如说像这个马杆 他也是想让自己过得更好 因为他有这个他自己爱的姑娘 他也想让自己和这个姑娘过得更好 但是他也看到了二子被那些人挤堆的多狠 对 所以他也会提前铺关系 提前去布局 包括我们像就是干买卖之前 比如说像有很多像我这样 在之前在那个 就是比如在媒体上 在当业务员 完最后出来练摊 你都是在提前布局跟甲方的关系 这点我特别有感触 因为你没有关系 你最后独立出来了 你自负云亏了 没有买卖 你就是等着饿死 他是一个马杆那样的人 我没有 我要是马杆那样的人 我现在就不会被招安了 我现在还继续干买卖 所以就是这种众生相 你会发现一直到现在 都是有这种 就是说起来 你说马杆错了吗 他其实没错 你赞他自己来看一点 因为你想 作为他来讲 他的经理已经不顾店的安危了 就每天出去给人家演讲 然后当秘书长 自己过这个荣誉的瘾 对吧 作为马杆来讲 他可能连饭都快吃不上 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他一定会改变 没事 我觉得就是对于他个人来说 肯定没有问题 就是这里面发生的事 任何人做的任何行为 在他自己来看 一定是对的 他才会去做 这个是很关键的 好像当一个就是原思想 传统思想那种善良的人 是很难的 非常难 因为他在这五集里边都很难 对 包括到最后一集 都直接在歌词里唱出来了 没错 就很难 他想当善良的人就挺难的 而且就是你发现 他有了荣誉之后 这个荣誉也很虚枉 这个荣誉特别像 没解决任何问题 然后只让你膨胀 这个是最夸张 他给你荣誉 是为你就膨胀了 然后你却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 你的兄弟可能还是吃不上饭 而且今天我在来路上 就是那拉我来 那司机事我也挺能聊的 就跟我说这事 我就说老子他们拆迁的事 然后我就说这个钱 是一个放大镜 钱是一个催化剂 是一个放大镜 它会让优点更加的放大 厉害的人越来越厉害 但是有缺点 这个没有水平的人 会越来越刺 甚至会把自己命都玩着那 所以就是钱这个东西 看在谁手里来用 那么在当时 就这些盲流的时候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下场 因为就是这个店发展起来 那些稍微比以前有钱的人 是一帮盲流 但是那些盲流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人 因为那个年代有很多人都是那样的 就是他是怎么说 就这种缩影做的非常典型 非常有代表性 其实对 包括还有就是最后爱情那段 也挺神的 其实鹰子还是喜欢二子的 但他就是为了报复 为了这个怎么讲 就是为了让你生气 他能豁出一切去 就是你最后我看到 看完这集 就是一声叹息 就是你会发现 不管是你的善良 你想象中的兄弟情 你想象中的爱情 你想象中的任何坚守的东西 好像都可能会是伤害你的东西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对比 就是你刚才说那鹰子那种 就是特别好 他对比的是谁 对表的是这陈强老爷子演的这个 还有他的夫人 就是陈老爷子跟这个大妈 他们两个之间的爱情 跟这个新世代的爱情又不一样 你看他们差了一代人 但是爱情观不一样 你说像那个就是二子他妈 他也在这里面暗示了 就是说老爷子三十年前出过事 但是那个年代的人 他是不可能为了气你 而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为了修复关系 就是我想你一切办法 是为了我跟你在一起 对 所以他也是认为 我们是一个家 我们有后代了 你看二子都这么大 我们不能破坏这个家 他是在什么 逆来春兽在忍让 虽然他也 对 在最后一集他报 之前干了一些事 他实际上是可以豁出去 男的的事业 但是我们必须在一起 对 但是现在这个事 我可以豁出去 我不跟你在一起 我就为了气你 对 所以这就是两代人 对于爱情观的一个反差 对对对 就是这里面对比做得非常好 就是类比这个 非常非常有意思 来吧 那之后反正他就失败了 失败之后 他就跟着他爸去了南方 你看了吗 你来讲点那个 不是 你讲 不是 你们俩讲 我们就在这儿去看 他们俩已经开始看不讲了 他们去这个深圳了 不是 什么 我们俩去深圳 他们俩去深圳了 我跟赛斯现在在那个B站上看的 因为我跟你说 B站现在还是可以看到 咱们这个国产的优秀老电影的 现在你们刚才讲的 你们刚才看的是哪两部 说的是哪两部 都能看到 都能看到 是吧 咱们马上要接下来 是 我们现在 我跟赛斯要看父子老爷车了 你们俩现在明明看的是 那个父子开歌厅 父子老爷说 我先说我开头 然后你来讲 就是开头 就是他们店开失败了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B站发弹幕 咱们又不是直播 咱们又不是直播 没关系 这期放的时候 可能 让大家一边看一边听 这可以 你们一边看一边听 一定就是把黑手公园 给他们扒评 特别 对 很可惜 以前那些剧 那个都被下架了 对 他们重新在刷老电影 然后他桌下开头 然后你讲后边 他就是 他买了个车 其实是开始 花两千块钱 就是他爸 其实相对是个老厂长 所以有点钱 他爸买了个车 花两千 结果这车呢 是个老爷车 就是你开起来 特别不好使 但是这个外观 是这个 怎么讲 就是古董 我记得当时说 那车好像四十年代的车 反正就是说 特别老 特别老 对四十年代车 当年什么国家总理都坐不上 还有这种语言来形容 然后最多是那堆老外 就那堆黄头发的老外们 看了这车就特激动 就上车不下来 然后他们这个 就是二的 还是偷偷收他们钱 收完之后说 跟他爸说 村路咱们送他 说啊 村路行 但是可别收人钱 没收啊 就是这样 就是老外啊 其实对这里面 有一个文化的问题 老外对这个老爷车 他是有情感在里面的 老外对二手车啊 对古董车啊 他都是有一定文化的 但是呢 就是当时二子 就是他在剧里面 不懂这一点啊 但实际上 他作为这个导演编剧 就或者作为主创 他肯定知道这个 主创是知道 对 他肯定知道 所以他把这个点利用得很好 二子这个人 作为角色 他不知道这点 但是他利用这点去收费 最后他俩 就变成了一个 变相的出租车 对 他俩变成了一变相出租车 然后最后呢 就发现这个 大家都挺喜欢 这个这种商业模式的 结果最后呢 被这个当地的 是深圳吧 深圳的 深圳的那个领导 还利用了 说干脆把它 变成一个旅游项目 就是是一个 深圳的一个有钱人 一个大款 然后他看到了这个车 他比较有商机 见过 吃过 见过 他这里车之前 要买这车 但是又怕人不卖 然后怎么办呢 他讲一主意 说我签他们俩工资 就说 就去他们家 就说 哎呀 这个陈老爷子 叫什么老魁 老魁很厉害 二子还说 我爸那厉害着呢 说什么 广州就是当年 他跟着军队打下来 广州就是我爸 打下来的 因为他爸是老红军 我爸 广州我爸打下来的 我爸 他说我爸还老说 那特好吃 皮单瘦手 就是一直用来的 皮单瘦手 然后那个 但是这个商人 其实就是骗他们俩了 就是说 我觉得你特别棒 你这个 魁老爷子 就是很有本事 我想雇佣你们俩 去深圳打工 500块钱 然后一听 这俩人就 眼貌金星 500块钱 对吧 当时应该工资 那会儿90年代 那会儿也出 100多 对啊 一般人工资就100多 他们一听500多 特别激动 然后就去了 说带着这车 就去了深圳了 然后去了深圳之后 到了那块 就会发现 跟想象的不愿意 因为他已经签字 签合同了嘛 所以他只签了 每月500 然后没有饭池 没有地儿住 然后他都没想到 他还认为是那种 原有的那种 国企事业单位 有食堂啊 然后那个 有住的特别好啊 什么的 没有 实际上就给他安排到了 一个特别破的 一个就是荒郊野岭的 一个叫什么 就是没盖完的房子 里边去住 然后他们吃呢 只能也吃 特别便宜的 然后他们就是 开上这个老爷车 就确实是成为了一个 很他们的旅游项目 然后很多人去 坐这个车 但是那个车呢 老坏 车老坏 就是陈强就负责 这老奎就负责 在一个那个 特别高的地方 拿望眼镜 看这车哪坏了 他又冲下去 休 然后呢 他们那车上 还配了一个导游女孩 那导游女孩 就会带着一群客人 下去给他们胡讲故事 然后就 其实就是 这一集说实话 就是闹剧成分比较强 他更多的体现的是 呃 外国的东西进来 然后呢 国人去看待 这些东西的时候的 这个 这个状态 比如说吃 吃虾 就是他们之前都没吃过虾 可能 然后那个人包完了虾 他说你怎么没吃啊 后来人家包完是整的 对人包完那个虾 是整虾 这外壳还有 他们以为 以为人女孩不爱吃 拿过来就往嘴里搁 就表现出很多这种 特别窘的 包括后来到收小费的问题 对吧 就说那个 说没收小费 然后那个陈佩斯 也那个人说 都不知道什么叫小费 港币也没见过 他的一个在那边 认识的朋友 就给他拿三十块钱 说你看这是港币 然后他说 呦 这挺好玩 你借我玩不行 可以啊 借你玩 特达 真不会是好兄弟 借我玩 还我35 我凭什么还你35 我借你钱就得收钱 就完全用那种经济的思维 经济头脑去运转朋友状态 就是这个是国人 当时那个状态 不太好理解的 它是一个冲突点 它绝大部分剧情 是在讲这个 当然到后来落点 就是最后的结尾落点 是有一个 就是他们开着那车 最后坏在那个当街了 但是当街是在进行 这个外宾迎接外宾 然后呢 因为那个年代 应该是中国跟日本 关系最好的时候 对吧 他还化妆成那个 那个形象 可以说这里边都有 这应该是致敬吧 因为那个 陈强老爷子 不是早年是吧 就演过很多 那个日本军 是吧 对对 然后这个日本鬼子 就是这个日本外商 就路过这 就看到这辆破车 就停下来了 然后给这车一看上边 这会儿才有一个进景 那个车鼻子上边 有一个标志上边 写着什么 遇人天皇 什么刺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这人就开始 给这个车下跪 这日本人 说这个是我祖 就是我祖父 就是我爷爷当年 侵华的时候 日本天皇遇刺的 其实那个人 是一个日本优派 就是他这个表现的 我觉得现在 就是当时 这可能真的跟中日关系 比较好 有关系 他能够用这种方式 去讲述 那是一个日本优派 然后他就是特别崇拜 他爷爷 他认为侵华战争是对的 所以他就是说 我可以投很多钱 在这个项目上 但是我要坐这个车 然后呢 这个商人 就是那个 就是开始 骗他们来的那个商人 肯定愿意 因为他里边 那个商人 明显是一个反派 他没有任何道德观 或者说这种 国家廉耻的感觉 他就只要给我钱就行 就让陈贝斯 打扮成了一个 日本鬼子的状态 然后把这个陈贝斯的巴 塞到后备箱里边 为了修车 就是车会随时坏 为了修车 而且就是在这之前 有一个小细节 他投了两万块钱 修这个车 但是没有全修完 就要求开成路 所以陈贝斯要躲在 后备箱里边 随时下车修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这个车 因为没修好 就越开越破 然后这个日本鬼子 还指路 说要去一个海边 就是他还去这个海边 然后最后 他们到海边之后 这车轱落也掉了 然后什么都掉了 然后掉了之后 这个陈贝斯一看 他儿子穿成日本鬼子的衣服 就急眼了 就两人不乐意 俩人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之后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形成了一个混战 然后最后 那个日本鬼子 把这个陈强老爷子给揍了 然后这陈贝斯就也急 你不能打我爸爸呀 然后就他们最后 把这个日本鬼子给摔了 就非常闹 拍到这 当后来再往后的结尾 是什么 就是这个日本鬼子 又去找这个陈强喝酒 就说 我觉得你把我摔醒了 就我祖父确实犯了罪 就确实侵华是不对的 然后陈强说了一个 我觉得还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 这种话 就是说 那是你祖父干的事 并不是你 你只要认清了就好 而且 而且说当年你还没出生 你也不至于 没有必要来谢 来谢罪什么的 他们就成朋友了 当时咱们看见这个事 还是理性的 还是理性 跟当时的中日关系有关系 我觉得当初的大文化是这样 就是 因为大概看这个片 那个年代 我们学校天天接待 日本小朋友来 我们这块 重点学校 这每年都会接待几次 日本小朋友 这点秀优越 我让下一集 开始秀自己 在中学了 我没有权利去参加 跟日本小朋友 互赠礼物的环节 因为学习太差 那天我都可以不上学 你知道吗 就你这样可以不来 你怕是那天放假 对我那天 属于放假在家待着的 别让日本小朋友看见我 就是金花说这个剧 是有点闹剧成的 其实我并不认为 因为这个剧 它是有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的 在那个年代 就是90年代初 然后80年代末 深圳其实是作为一个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个试点 就可能就那么闹 在深圳出现了非常多荒诞的事情 尤其在当时有外资的引入 就是当时我们 就是我们知道当时 如果你是作为外资投资 在税 付税上面 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因为它 如果你是外资投资的话 会减一部分税 这个对于当时的 就是商人来说 非常有利的 所以他们用很多荒诞的方式 因为这个就代表了 当时去深圳那边的 这些人急功近利的情绪 包括我们家 当年有去那边做生意 其实我觉得 当年整个状态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闹 可能比现在浮躁 但有时候 我在想 咱们回到社会上 小人物 他的命运 完全是受社会 环境所左右 这就是他去表现的状态 因为到最后 就是有时候你这么看的话 你会觉得 好像是不是也有点悲哀 就是你人的这一生的起起伏伏 都是跟这个国家的这种大政策 大环境有关系 就是到这个结尾 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好 就是前头 我觉得有些闹 当然最后结尾 落点特别漂亮 是在于 已经跟日本鬼子成为好朋友了 他那么有钱 他决定投资这个项目 要求必须是老葵和二的 来去监督这个项目 而且要买这辆车 而且花了很多钱 这时候你觉得他应该有钱了 他也应该抱得美人归了 就是他那个导游 但这个时候 拿钱 首先拿钱的时候 这个商人出来 就给了两万 反正给了特别少的钱 说为什么 说因为我这个车 你两千买的 我投了两万修 咱们的比例应该是 就是9比1的分成比例 所以那笔钱拿下来 绝大部分钱是我的 你只有这么一点 然后那个女的最后出来 就交底了 就是我结婚了 我有爷们 但是我男人有公寓 就是我爷们不在 你可以来 就是我特别喜欢你 但是为了钱 我已经就是 是人家媳妇了 但是我对你是有感情的 咱俩能不能 就是婚外情这种状态 其实当然这样 我立即就同意了 但是二子就是 有骨气 就对吧 绝对不识接来之时 所以他最后是 对 他这个就 没跟这女的好 然后那个 他跟那个商人打架 就说 你凭什么拿那么多的时候 就有商人聊句话 说 你这个两两块钱都是你的 我那个是要交给国家的 他其实交没交单不知道 二子那个骨气也上来 这钱我也不要了 这钱我他们也给国家 就最后 他在离开深圳的时候 是没有拿走爱情 也没有爱情 没有钱 车也扔那了 就跟他老爷子 俩人坐上火车 就走了 虽然最后 那个日本鬼子 就是说 这俩人走了 就不许他开这个生意 就不许那个商人 开这生意嘛 然后这个商人去 火车站 就是拿一堆钱给他 就说的 你们回来吧 然后二子特别有骨气 他就把钱扔到了天上 然后在火车站 飘的都是人民币 然后这一集结束 就是这个 这怎么说 这只是我说 当时在那个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地点 会发生这种很荒诞的事 因为他最讽刺的是 你看外商投资 就最有优势的 这个商人来了 其实认可他们的是外商 其实他并没有被本土的 这个商人所认可 本土商人继续骗他 因为我这么跟你说 就当时我都说了 我们家人就是亲戚 就是去过那个地儿 你知道那个时候 当时那个地儿疯狂到什么程度 深圳和海南这两个地儿 楼上楼下100万 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意思 海南也有 海南是房地产试点 这两个地儿当时疯狂到什么程度 我这个楼建好 我去楼上签完合同 比如这楼100万卖你 你拿着合同下200万就能卖 就当时就疯狂到那个程度 是非常真实的一个现状 就是现在有很多 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有钱的人 当时起步都是在那个地方 起步出来的 包括现在在北京啊 上海那些很多的那些大王 他们都是在那积累的 自己的这个第一桶金 就原始的那个 原始资金 全是在那里 但是那个原始资金 就是伤害了很多 类似于二子这种 我还希望保持善良 我还希望有骨气 像个人似的活着的这些人 就是陈北思老师最厉害的是 他素质二子这个角色 二子这个角色代表了大部分的人 因为当时全国的试点就那个地儿 其他地儿都还是正常的 像二子那样的 很神奇的是 前三部其实没有反派 就不算有大反派 至少就是说 可能那个鹰子 那个第三者 那男人的媳妇算是个小反派 但并不是 他还是人民内部的 这种感觉 到了第四部的时候 真的有一个反派 就是这个商人 因为就是陈北思老师 在那个年代 也看到了 就是钱带来的负面的效果 他其实就是想讽刺那些人 因为在那个年代 商人就是 你眼睛里已经看到机会 能挣大钱了 因为这个事 因为这个地方是试点 我有这个机会 那我就一定要去 就像这个 就像马克思恩克思 写资本论 有百分之多少利润以后 他就不惜践踏人性 那些人他就是在做这种事 包括那个 就是像你说的是 他们有了钱之后 就会变得疯狂 就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还曾 就是那个导游 最后是说嫁了人 那种想跟陈北思来婚外情那种 他还提到过 他是高材生 他是外语学院高材生 每门都是85份以上 当然毕了业 只能来这个小破 他们旅游城 糊弄一群老外 胡编故事 就他觉得自己也很受伤 所以他认为自己 我付出了那么多的学习 这种这也是一种付出 这个付出也很大 因为反正我学不会 就付出了这么多 结果他能得到的回报 是这么少 所以他最后会选择 我宁可和一个别的 我不爱的人结婚 我多要钱 我觉得我才能把我之前的 那些伤痛给弥补回来 然后弥补回来之后 我还想有爱情 他又想跟儿子好吗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外资引入以后 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的 价值观的一种冲突 因为你发现 你看导游 他也是受到了国外的人的喜欢 受到国外人的欣赏 但是明显 他自己想要的不是这个 国内你也没有立足之地 你还是被国内的商人所控制 你像二子跟他老爹 也是受到了外伤的认可 其实国内商人还是继续骗他 所以这就是最讽刺的 反而是你被那些人所认可 他们跟你价值观又不一样 就导致这种冲突 行吧 然后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 他们就回来了 回来之后 里边有交代了一下 说陈强老师说 奥尔特巴老奎说 日本商人在临走的时候 知道他们被骗了 所以给他张支票 然后支票到底多少钱 奥尔特没问出来 但是就是 这里边我推算了一下 这里边是有数的 因为他们 第五集是这样 第五集就是老奎 老奎因为这张支票 有了一些本金 然后他们就想 咱们是不是得做点买卖 然后一上来 他们从火车站回来 结识了一个很漂亮的女性 就是傅义伟老师 苏达基 结识了达基老师 结果 那个时候当然人也很单纯 就是说聊着聊着 说你是干什么 他说我是一个歌手 结果聊着就住在 一个私会院里去了 反正他想 说这个干什么呢 结果他们就出去玩 发现这歌厅挣钱 老爷子当时 这个经营的意识就有 那咱们干脆干一歌厅 多挣钱 这不是正好 咱们家也有这歌手吗 就来我们这唱歌 结果人家就把这套支起来了 当时他那支票 我带推算了一下 你想 他开完歌厅以后 他问他老伴 他说你看咱们一天 流水多少钱 因为他老往 啤酒里兑好多冰块 然后把那个香肠 人家本来老太太切了一根香肠 他把那肠都捡出去 然后摆了一盘 大概也就用了三分之一个肠 然后问老太太说 咱一天流水多少 老太太说 大概三千块钱 就一天流水 大概三千块钱 然后老葵说了一句话 说大概半年就能回本 所以我大概估算了一下 你要把那个成本刨了 大概估计这张支票 得十到十五万 差不多 对 得十到十五万 因为对 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多的一个数字 基本是天文数字了 你想那个年代叫万元户 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他竟然是六位数 对吧 十万级的这个数字 所以呢 他们这个歌厅 他说这个来钱真快 后来就是说 那我们就进一步的来这个科扣 就是这什么 这个财越来越少 完了这个冰越来越多 然后酒越来越少 因为最后你看他最后 人家来收他这公司的时候 就点了一滴这个酒 是吧 就导致这 结果矛盾没发生在生意上 发生在他们家自己内部 就是这个歌手 这当时这也是一种 就这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洞察 就当时确实有这种情况 就是很多那个相对啊 在那个年代比较有钱的 就老一辈的人 会跟这比较年轻的女性 互相发生一些事 但是这个是这个片子里故意埋的一个梗 这个梗埋的非常好 就是大家都因为一个误会 产生的一个矛盾 就是因为二子喜欢这个打击老师 然后他误以为他爸也喜欢打击老师 结果矛盾就这么产生了 全是你会发现全是因为这个歌手 但是他爸在这里面也埋了一些伏笔 就说他是一个歌手 这种姑娘你不能相信他 但是当时呢 因为这个梗一直没有揭开 所以我在第一遍 因为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小时候嘛 我一直觉得就是 就是这个 他爸怎么这样 尤其是他妈后来说了 48年前你干过这事 在第二季的时候 他就提过这回说你爸年轻的时候犯过错误 对 所以就是说在这种环境下 就是这个导演很厉害 就是他把我们的所有人的想法都往那个方向去引 都往那个不正当关系上去引 但其实随着这个剧情的铺设 因为你看他爸现在又跟他单独约会 跟这个林小姐 跟这个林小姐又单独约会 还在当时特别好的一个饭店 因为立都当时是 就北京特别知名的一个大饭馆 这五星呢 应该是 然后就是他来单独约会 完了这二子跟他妈还去揭穿他爸 就包括那个就是 二子发现这件事之后 就开始觉得他爸看不上他妈 就开始鼓动他妈 整容 烫头 买衣服 而且在当时就是都是当时特别流行的 烫头特别流行 拉摔脸瓶特别流行 因为当时 因为咱们亚洲人摔脸瓶小嘛 还跟他妈说 来最大的 来最大的 那医生感觉就拿着那菜刀就来 所以这种冲突 就就这种这种感觉这种喜剧性冲突 但是他是把这个当时社会的这个状况 是在一个点 集中爆发 而你看啊 这拍到这 这已经是第五部了吧 他跟前两部 这个 感觉这时代的进程特别的 对 其实是前后差了不到 就前后五年左右 也就五年吧 差不多五年 但是你看那个 他在戏里边取景 北京这个变化有多大 对 包括他 他那个从 就是一回到北京就说了一句话 说这两年我们在深圳 没想到北京也成这样了 就是他里边提到北京确实发展特别快 而且他这个背景是有哄托作用的 就是人为什么 就是老爷子为什么能看透这些 也是基于前四集 他们俩做那一系列事 老爷子把这个人心都玩明白了 就是其实这一集里边 这个老葵透了 老葵透了 但是二子还是二子 二子还是那个傻貌经理 他还是很正 因为这里边老葵最后 就是老葵一上来做生意的时候 就跟之前展现的不像 刚才你说的香肠少放 然后酒少放 多割冰什么的 最后二子跟他妈都会质疑这件事 他后来还说 就是这个年头 就是这个年头你心不黑 你怎么活下去 对 就是你心不黑会亏钱 他说这个 就是说我少放酒 就节约成本 是为了能够活着 能够挣一些钱 然后包括对他的 他那些店员都不给加薪 然后最后就是说 你想加薪是吧 一个字都没写 你爱干不干 只要我有林小姐 只要林小姐在 你们随便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 就是埋的一些暗线 就是他给林小姐买衣服 买手 他一定要让你往不正当方向去想 最后揭开那一瞬间才很炸链 最后是 也不是最后就开始 中间就是魁老爷的 就开始去参加这种大富豪酒会 然后让林小姐陪着 又给他打领带 又什么 然后还引荐了一些香港的商人 对 引荐了一个外商 然后其实这里边也特意提到了 就是外商可以免税的问题 所以他们的歌厅 一直在后来就开始赔钱的状态下 他希望能引进外商 然后外商是看中了 就是林小姐是一个可包装的 一个明星 他想要的只是想要林小姐 然后等于是老葵是看透这一切了 他想利用先用自己 去不停的去跟林小姐拉进关系之后 把林小姐连带歌厅一块卖出去 还有郭东霖 这里边都是大盘云集 都是明星 郭东霖只是演一个保安 对 当然也很出彩 所以老爷子不光看透了人 不光看透了生意场 也看透了女性 因为这个女的明显她就是图钱 但是这个女的在这个戏里面 也表现出了她很矛盾的一面 包括她跟二子在喝酒 二子给她戒着的时候 我觉得那会是明显表现出来了 对 这个人很丰满 她不是一味的追求钱 假的让你相信她一点感情没有 她还是有一些 你感觉她开始这个女的也布局了 这个女的布局了 利用了陈佩思 就是二子跟老葵之间的这个矛盾 然后想法让自己能够在里边去盈利 然后但是到后来 二子真的特别喜欢她的时候 其实我待会再 我先说这个 就是我觉得二子对她的喜欢也变了 跟当年喜欢英子 或者说跟第一季 就是喜欢一卖菜的女的 那个感觉也变了 她有一种交劲 就是她只是更多的是一种交劲 她是不甘心 对 而且她实际上最早对这个女的 就是你是一个漂亮的女性 我需要你 没有特别强的说 我们从小长大青梅猪马 或者我们一块开过店 一块受过伤 就是你很漂亮 我现在需要你做我的女朋友 但是后来跟她爸之间 就形成了一个 就争抢关系之后 就很多的是醋意问题了 就是你知道我看这个 让我联想到 就是王司徒乔史连环记 是吗 就是特别有这感觉 你发现了吗 对对对 然后就这个 就是这个傅义伟老师 就在这里面从中斡旋 然后从他俩 就抠钱吧 说白了就是 然后他还引进第三方 他不光跟这爷俩 他还跟那第三方 还跟那个罗先生 就是那个外伤 对外伤鬼魂 所以就是 其实开始那个 就是傅为一演的这个人 就是一直是一个坏人的角色 在各种的控制他们 当然在最后 陈佩斯用了所有的钱 买了一个戒指送给他的时候 那会儿我觉得 他是有一小段真心的 是有的 所以就是这个人 他为什么 风满 风满就在这 就是还是人主唱 因为如果他是一个纯骗子的话 他会收了戒指 我多收个戒指 有什么不好 我多骗一点钱 当时把戒指退回去了 就说咱俩没戏 所以我当时看那时候 我就想 这个骗子也是有失败感的 你要现在的骗子一定收 然后不带离 拉黑你 也不一定 收了红包 然后把你拉黑 也不一定 最近我遇见那个还行 就是又让你见了 没有 总之最后 这个就是揭开的一瞬间 非常炸裂 就是老爷子 其实是知道 这个傅业维老师 对他们利用关系的 最后 你说半天 你跟他都没说到点上 我金花 为什么这么激动 说到这一步 他就是 行 看这个傅与伟 这角色挺好 就自己老遇到 是不是 你说你还老说那些 你都没说到心坎里 对利用一下也可以 我看 他最后去买戒指了 就是这种女孩 我知道 他就是 他可能就是跟你 就是有一些感情上 这种纠葛 但他没有那种 特别坏的心眼 不算自己来演这个人 是直接就是坏心眼 他直接就是坏心眼 你觉得这样行吗 他真出现的话 不行 还是不行 但是就说 他人物丰满 因为他最后的时候 可以再多收一个戒指的时候 他并没有收 他退回去 意思就是 那你对他肯定吗 就这个角色 不算不肯定 因为那个时代 这种女性非常多 他有他 因为他最后说了 你以为我不想要爱情吗 但我是一个需要人 照顾我的女孩 你照顾不了我 还是现实 对现实 你都离不开你爸 你能照顾我吗 离不开 就直接这么说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 最残酷的一个句句 这是他直接说 你说你离开你爸 你能干嘛 你都离不开你爸 你怎么照顾我 而且金花 其实对于二子 特别有代入感 因为这是明显 是一个强权负责 对这个是 所以我们可以 会当初聊 这个大部分的问题 这个其实还是说到 这个时代背景 因为当时我们选择改革开放 选择先让一部分人负起来 它有那种来自 经济方面的压力 就是社会各阶层 在那个年代开始 沉淀下来了 各阶层基本上 做什么事都固定下来了 你想那个时候很简单 那个时候 大家也都没什么车 那个时候 你看他打的是什么 他打的是皇冠 他打车打的是皇冠 咱们那年代只能做面堤 那皇冠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所以那个时候 你看你打的车 看你偷的烟 对吧 都是一个阶级的象征 那么这个 就是林小姐这个角色 她看到了这些 就是她不是像 某些地方似的 就是特别有钱的人 跟平民化的人 就完全隔绝 这个不是 因为这个社会是融入社会 其实就是林小姐 跟老奎两个人都看透了 没错 他们都明白 但是二子还没看透 对 但是二子又代表了 绝大部分人 那年代大部分人 都是很实在的 所以最后 就是最后的结尾 就是比较热闹的是什么 就是二子已经偷听到了 他爸爸跟老罗之间 做的生意事 把林小姐给卖出去了 然后回家之后 跟他妈就急了 说他爸玩够林小姐了 然后现在爸也卖出去了 就不让他们俩好等等的 最后二子去歌厅去闹了 然后唱了个歌 这歌有兴趣 可以拿着挺好听的 这歌词非常现实 非常现实 不是 第一集唱 每回的歌都会变 第一集唱的是阿里巴巴 第二集唱的是一块红布 是一无所有 第二集唱的是一无所有 这是他们自己新写一首歌 反正里边有句歌词 就说的二子唱的 就说的是看一看身边 看一看身边 你就知道 其实人活的真叫累 全是明一套欺骗 暗一套虚伪 明正暗着都没好事 现在是 对 因为这里边最还有 就是特别讽刺的 就是这个罗老板比他有钱 但罗老板比他还黑 因为那个酒吧那人 就加了一滴酒 他说你别录用了 然后直接你别录用了 然后工资分贝 对 所以就是说你会发现 越黑的人好像利润越高 对 越黑的人越有钱 这些都是对于当时现状的一种揭露 真是 一种揭露 也不是说握刺吧 咱就讽刺 最后结尾是 这个歌厅被二子给砸了 本来是能估值20万 然后最后是象征性的给了他2万 然后他又回到了一个 他们就老爷子退休了 然后二子就是 二子以为那个女孩 就到最后还以为那个女孩喜欢他呢 直到最后那个女孩上了出租车 然后跟那个罗老板说 又聊了一档子事 然后两个人就亲亲密密的开车走了 二子才突然明白 我操你把哥们玩了 但是你看这个细节 就是二子把歌厅砸的时候 就是这个傅义为老师坐在墙角 对 就是双眼茫然 这个时候他内心还是有挣扎 对 还是有挣扎 他很丰满 他不是一个 不是纯坏 他是纯坏 但是他内心还有 他有挣扎 他有挣扎 他就是钱 钱跟感情之间的 那么漂亮 纯坏就纯坏了 他玩弄你的感情 你还不能接受玩弄你的感情 就是到最后 全系列的结尾是那个谁 就是陈强让陈佩思说 反正你一切都明白了 你跟我走吧 然后陈佩思就跟老爷子走了另一个方向的路 最后上了一列火车 然后最后全剧的结尾是落在 他在火车的那个隔间里边坐下去了 就就结束了 然后陈强说了一句话说 翅膀硬了 是 下一集火车一停站 他们又遇人一人 他们就没停过 你没发现吗 这个结束了 这就是最后一步了 他从上一集开始 这爷儿俩就没写 精力太棒手了 所以其实就刚刚你说的似的 就是我会有代入感 就是强权爸爸 觉得你说到歌上 两个人爱对方 没有不爱 但是是时代也好 是代沟也好 两个人那种爱在他们的现实中被扭曲了 其实他爸爸也是希望 就老魁是希望儿子能够有出息 但是他就用一种很强权的手段 去让他按自己认定有出息的路走 儿子一直在反抗 但是他也会心疼爸爸 比如给买人参 买人参 他不告诉爸爸人参是他买的 让他妹妹去给做 也没说清楚 结果两个人直接炖了 然后他爸就吃了之后 就在院里边泡了 就下着雨在外边跑 说自己热 然后说儿子要害他 对吧 你说这个 就是对于强权父亲 我并不陌生 你看我现在为什么自己出来住 是吧 你也是强权父亲 很强权 因为用他的话来说 就是我养你 我要你做什么都可以 对 强权父亲就是会这样 而且他会认为是为你好 包括儿子开店的整个过程中 他爸爸一直是在拖后腿的 他爸爸全程拖后腿 但那个拖后腿 你是一种爱的拖后腿 我怕你出事 你随便进一店 就进一人住店 是坏人怎么办 我才能跟饭人家 审人家 你哪来的 你来北京干嘛 减肥 你胖吗 什么的 我父亲还好 但是我那父亲 其实他更像陈佩思演的 那个角色 对 特别像 因为他爸爸就是那个年代人 我告诉你 一个是从发型 从衣着 然后到他干的那些事 我爸就也是那个 也没有头发吗 我爸就是他一二 一二是头发的 就是长头发 我爸一直是长头发 就是在那个整个那片的孩子王 然后基本上带着小朋友们 一天大晚出去 那叫什么 就是他们那叫拍什么 拍婆子去 我拍着你妈了 对 我妈那个是拆墙拆出来的 就真的是 他爸特别像 二子开店那个二子 就确实是 时代感非常强 而且他代表了 中国普遍的一个附近形象 他你看他这里面 所有的问题 大部分全是误会 就是其实你交流一两句 就没有这个矛盾 对 就是不交流 因为中国人 他表达情绪是很含蓄的 尤其是父与子之间的感情 父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他更多是在行为里面 然后再加上中国人的这种 普遍的这种含蓄 所以就会导致有一系列的这种误会 他不是 就是像我们这种的 并不是个案 但大部分像我们这个年代的父母 很多都很像陈强老爷 对 是这样 就是很像 他会认为自己经历了那么多 他走的路是对的 他给你规划好了路 你怎么能不上大学呢 对吧 你怎么能够开店 那么不认 就是随便来 对 他会去帮你把控 但这种把控 反而又跟现在时代 有冲突 所以这种爱很扭曲 所以再加上这个电影 是少有的 就是中国表达父子之间感情的这种电影 中国可能更多愿意表现不爱 对 但是父爱就很少表现 这个电影里表现的就是 他们之间经历的事 通过这些行为 通过这些事表现的临临近致 他会让你去有思考 而不是说我直接的父亲老说我爱你 对 没有 对吧 也不是说我老给爸买东西 什么逢天过节给爸买个什么某金什么的 包括其实这一集到最后他爸也说了 捉腾这些就是为了给你留点钱 今天我们用很短时间来把这五部电影聊了聊 参与弹幕人都不多 这种老电影 我觉得这个电影现在来看还是非常幽默 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事本质没变 这个如果你真的看进去去思考的话 真的是有收获 这一定是有收获的 不要老说什么国产宝物院就看不到什么好电影 好电影太多了 咱国产好电影太多了 以后可以多介绍一些那个时代的好的中国电影 玩主 对 飞泡世界 消失大气层 对 而且早期我还拍了很多这种科幻类型的 还有惊悚类型的电影都有 还有一个磨表表里C腰片 不好找找找 行吧 今天就先聊到这吧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找看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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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